可以看到幼保人员带着小朋友开心玩耍 互动过程格外温馨 这是台东政府首推定点零托服务 对象为六岁以下的幼儿家庭提供短暂托育支援 一天最多收托四名孩子 同时让家长在忙碌之余也能获得育儿的帮助 另外我们在公私托 其实我们都让我们的家长到实力托育中心 公立托育中心都有一样的一个月费 希望能够让家长减轻负担 那除了减轻负担以外 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偶尔他会有重要的事情 然后需要有人协助照顾他们的baby 所以我们在今年就开办了定点零托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家长可以透过我们的居家服务中心 然后能够在三天前电话预约 就可以找到一个合格有证照的一个托育人员 能够来协助他们来照顾他的孩子 台东县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生育政策 今年除了家长第一胎的生育补助加码调整为4万元 也持续推动债宅育儿指导等幼儿相关资源 现在又首度示范定点零托服务 台东县政府也表示 希望透过这项服务让家长在育儿过程能减少压力 增添便利